好的,歡迎各位來到阿載反映君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同樣的是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我們請到的是瘋傳媒的閆基宇副總編輯 來跟大家聊一聊 閆基宇副總編輯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閆基宇 這個禮拜的國際新聞又是多到滿出來 這個我們要先從哪邊開始談 先從海峽對岸 海峽對岸,康師傅 康師傅現在終於可以叫全名了 叫周永康 過去大概將近半年的時間 你根本就是不能打周永康三個字 在微博上面 八都發不出去 只能打某前任領導人 或者在微博上 或是說更隱晦一點,就方便面 他們叫素食面 這真的害我們台灣的鼎星集團也滿尷尬 跟被牽連 很多時候他不能講,他就貼個照片 然後你康師傅 他就是直接被拉到跟周永康相關的新聞 對,康師傅根本不姓康,是周永康 就是中共前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常委大概幾乎就等於說他們領導階層中的 算是到頂了 應該是元老院 對,他們頂導 而且是有實權的 不只是資政或參議而已 周永康 周永康在02年退休 退休之後不久之後 薄熙來送審 薄熙來案子爆發 12年 對,2012年 當時他跟薄熙來案子本來關係就近 而且他們在四川 四川有前後任上下人 上下長官的 上下長官的情誼 所以當時後來就傳出來說 薄熙來垮台了 下一個就是周永康 就是你 那傳傳傳傳了兩年多 而且這段期間他偶爾露面 還正式報導 新華社會還會發他新聞 對 那感覺上似乎 好像沒事了 好像又Safe 沒想到就在這個月的 上個月 7月29日 7月29日這個日子很有意思 因為這個日子 對動物保育人士也有特定的意義 這個日子在幾年前 被國際保育組定為世界老虎日 是真是一個巧合跟打老虎 這三個字有結合在一起 結果老共不知道是不是突然有了幽默感 他們平常是不太有幽默感 突然有幽默感 就在世界老虎日 國際老虎日 這一天 有點違反保育人士的心意 是 但因為反正他是人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違反保護動物的原則 但應該這麼說 如果我們稍稍把時間拉前一點 就是到薄熙來 被拉下台的那段時間 其實北京在那段時間很不平穩 這個2012年的318、319、320這幾天 這個微博連長安接這三個字都不能打 法拉利也不能打 車禍也不能打 對 那當時到底是什麼狀況 其實兩年之後我們依然沒有標準答案 對 各式各樣說法很多啦 尤其海外的 海外比較反中的 反中的一些華文媒體 他們有會聲會議 有好幾種故事 對 說從長安大街上還發生槍戰 對 槍戰 坦克 巴拉利車禍 令計畫的兒子 對 甚至還有人說想對 有人想試圖對習近平下毒手 注射毒針等等 甚至他一度傳出習近平病危 反正就是那個題材這種講法 您可以拍成電影 對 可以讓子彈飛好幾次 對 又有謀次 又有性醜聞 然後其實我記得這個 中國一個政治評論員 他在微博上講還蠻有趣的 就是領導人在位的時候都不會有私德問題 對 但是當你要鬥爭他 他要下台了 就忽然之間就有私德問題 對 那周永康到底何許人也呢 周永康這個人其實蠻特別 他算是學工程出身的 是 中國石油大學 他是一個石油工程師 石油幫的 對 石油工程師 而且他基本上真的是從黑手做起 從基層做起 他畢業之後沒多久 當時有一些 大概成績還不錯 上面就讓他做一些選擇 這傢伙蠻有上進心的 他就選擇去哪裡 去大慶 這大慶 對 大家如果對文革歷史有點熟悉 或文革之前歷史有點熟悉 都知道 中共老共的兩句口號 農業學大債 工業就學大慶 大慶 大慶從東北 以前中國的一個標竿 油田 那周永康就在那邊 從大慶 從一個石油工程師做起 從基層做起 那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就是到最後就變成中國石油業的最高層 最高層 那一般人都認為說這個聰明 苦幹實幹 當上幹部 領導幹部之後 對屬下要求非常嚴格 而且真的能夠做出一點 做出一點成績 做出一點成績 然後他就在 他就在中國石油業 石油業就斬到頭角 變成整個中國石油幫的 等於說 幫主了 對 後來這大概一二十年 中國石油業 中石油 中石化等等 高層領導幾乎都是他的小老弟 都是學長以下的學弟 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 後來大家因為在專業領域表現不錯 那在20000年的時候 他空降四川 就直接被調到四川 對 一去四川 就是省委書記 一把手 而且周永康他是江蘇人 他其實本來跟四川沒有什麼 沒有關聯 沒有多大的 沒有多大的地緣關係 那中國石油業 四川對他們的也不算是重點 也不算是重點 重點區域 當然他就到四川 在四川 待了兩年多 將近三年 那就進京 那這樣子等於算是他被系統性的培養 因為先要拔到這個 大西部開發的重鎮之一 然後在那邊歷練 有了一些成就 然後就等於要進核心了 對 就是你現在石油業 做的有聲有色 然後領導要培養你 讓你當 讓你到地方上去歷練 而且給你個大省 四川不得了 四川面積跟整個法國差不多 而且他自然資源又豐富 而且他人口破億 整個資源包含重慶的話 那人口是破億的 但我們也要注意一下 薄熙來 薄熙來他一生最後一個實權位置 也就是在唱紅打黑就在那裡 對 也就是在重慶 所以兩個人是淵源是很深的 那在四川做了兩三年也做得不錯 也做得不錯 然後也領有一些實際的成績 然後也培養了一批幹部 他自己的核心人物 對 培養了幹部 然後他就從四川就自己在進京 可是進京很特別的 不是讓他掌管能源工業或進京 他是接公安部長 這個就表示他的信任程度很高 對 很特別 你看這個人從能源出生的 然後去當封疆大力 當諸侯 當諸侯 當完諸侯就進京 居然讓他掌管公安 這個在老公話叫政法系統 對 就政法系統 也就是武警是歸他管 對 進入公安之後 過一兩年 他的當時江澤民時代的公安頭子叫羅幹 羅幹 羅幹 也年紀大了 退休交棒 羅幹 羅幹是政法委書記 周永康 就先當政法委副書記 不久之後就扶政 就變成政法委 到那個時候 大概在2012年左右的時候 他就掌管整個中國的公安系統 公安政法系統 公安政法系統 那就有點像以前的胡佛 一般來講 如果你真有野心 就像胡佛一樣 就要開始搞AB檔案 然後掌握所有人的黑資料 到時候就要私下或是明著要控制你 對 胡佛 那個不是美國總統 胡佛 是聯調局創局局長 第一任局長 對 創局局長 胡佛 胡佛號稱就是歷任美國總統最怕的一個人 對 因為所有的資料都有 你跟馬力聯盟路有沒有醜聞 然後你私底下有沒有吸毒 他所有的監聽跟間諜系統都掌握得很完整 他有文件有照片 真的還有錄音 對 還有錄音檔 周永康呢 後來就佔上政法系統 後來也就順利的進入中共政治局 成為常委 一直到2012年 2020號風風光光的下台退休 可是照說其實這一點我一直不懂 雖然這幾天的分析很完整 也就是照說他退休應該就沒有威脅性 至少他沒有 他可能有實權 但是他沒有實際職務 那為什麼 這個 我們說 不要 為什麼要因為薄熙來而牽扯到他 為什麼我們 不是我們習近平 為什麼習近平還要鬥他 這點我實在看不懂 我想第一個大概 我想他本人的確是 的確是貪賬枉法 這個應該不只是說 好像御家子對何凡無辭 有沒有四百個情婦可以再討論 但是無論如何 或是說有沒有九百億人民幣 四千四百億新台幣 這麼樣的一個規模 可以討論 那再來就是他的寶貝兒子 獨子 周斌 周斌 也靠著他父親 縱橫政商界 周斌也算石油系統出身 但周斌好像他的勢力 是在武漢一帶 武漢四川其實都有 包括在北京 北京都有 而且周斌的藏人 就是周永康親家 親家是誰呢 那個人叫黃吉青 是一個地質學專家 台灣人可能對他並不熟悉 可是黃吉青在中國呢 號稱中國石油業之父 這麼厲害 所以一把手跟之父 在石油業結成親家 然後他又在四川待過 在四川也帶起了一批人 四川的資源又豐富 又是勞工他開發大西部的重中之重 加上他後來掌管政法系統 大概也得罪了 除了得罪法輪功之外 大概在中國內部 也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看起來他的勢力是盆根錯節 那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一定要做一個清理 非得做清理 也就是重點不是在於 他本身現在有沒有威脅 而是他底下有太多小弟聽他話 那這個掌握了太多黑資料 如果握他之旁 豈容他人憨碎 所以習近平必須要對他動手 而且他過去真的掌握太多資源 石油那都不得了 有錢有資源 那隨便一個國營企業都動輒數百億的 那四川天府之國 還不得了 那加上後來政法系統 等於說是三巨頭 任何一個領域 任何一個領域的帶頭大哥 都可以呼風喚雨 何況你在這三個領域都曾經 都曾經帶過頭 而且都曾經拉幫結派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 他是一個非解決的問題 非解決的問題不可 所以我們看到說這兩年 雖然他退休了 原有四海年紀也大 他今年72歲 可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習近平從一開始 矛頭就針對他 就慢慢 先不碰他 但是慢慢從 出招的一個一個開始拔 從他的黨羽開始剪除 有一些像中石油 中石油最明顯 這幾年大概落馬的中高層領導人大概超過十個 包括他當年一手提拔起來的中石油總裁 江明傑 都快被洗光了 對 然後四川也是一樣 四川他當年提拔的幾個小老弟 最大一個就是李春成 也被幹掉 那政法系統 之前的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 這個人是從央視出來的 據說的當時就是專門幫 專門幫周永康集團 進貢美女 好選飛 據說連周永康第二任妻子 第二任妻子 那賈小傑都是李東生幫他 幫他引介 我每次看到這一段的新聞的時候都在想 對周永康來講 央視感覺好像是一個購物頻道 後宮 對 看看這個不錯 好今天就來掛牌子 對 這是很匪夷所思的一個狀況 對 而且順便說一下 央視也是他們最近一波整肅的 對 那個瑞成剛也跟他在拔料 李勇 對 歐陽智薇 據說也跟周永康有一段祖孫戀 那已經不是婦女戀 已經超越祖孫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有點像 你現在如果在普丁治下的俄羅斯 你要經營大企業 你不可能不跟普丁交好 但像現在如果在中國 不管是傳媒界或是石油界 你想要步步高升 或是擁有權力 而且掌握在手中的話 你也不可能跟周永康沒有關係 對 那央視 因為央視又跟中國的政法系統相關 非常非常密切相關 他們做很多調查報道 其實都是跟政法系統合作 所以央視最近也變成他們反貪腐的 反貪腐一個重點 一個最新被整肅的 叫劉文 這是他們的紀錄頻道 央視紀錄頻道總監 這劉文做的節目 很多朋友都看過 舌尖上的中國 蛤 第一季第二季 他也被搞掉了 第一季第二季都是他 都是他總行事的 可是這聽起來沒有油水啊 舌尖上的中國 因為他尤其到第二季就變得很分散 就是不是真正針對某一種餐廳 或是某一家 聽起來應該很難收錢 對 不過他應該只有其他的管道 因為他那個紀錄頻道 光是在中國 號稱收視人口就有9億 哇 就在頻道 這個要搞點油水 聊一整天 絕對不是什麼難事 所以看起來央視最近 可能從主播到台長 可能都有非常大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廣告之後回來 再進一步聊一聊 這一波系列整肅 後來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除了有人下馬之外 權力到底會不會重整 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阿宅粉紅軍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又是國際新聞時間 我們請到的是 瘋傳媒的研究與副總編輯來跟我們聊一聊 各位如果要看 這個領域的國際新聞的話 你可以上網搜尋 瘋傳媒三個字 就都可以找到 那我們上個階段 其實談 周永康 這個被習近平這一次 一路鬥倒的過程 真是開支善業 一路拉到了石油 一路拉到了傳媒界 甚至一路拉回了四川 但是這樣子的鬥爭 到底對習近平來講 代表的什麼意義 是他終於掌握了十權嗎 還是接下來 他可能有十年的時間 都不用擔心任何人挑戰他 其實有報導就是說 他在動周永康之前 就是真的打這個大老虎之前 他有先跟江澤民跟胡錦濤 等於說兩個老前輩 老前輩就大聲招呼 尤其江澤民的話 這個特別重要 因為周永康試圖最得意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江澤民時期 江澤民有提拔他 很多人是把他歸類成江系 江系的人馬 不過從最近一年落往的大老虎 包含軍界的大老虎 古俊山 還有一個徐才厚 徐才厚 上將 徐才厚是軍委 軍委 對 上將 四顆星的 上將 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的確 就目前看起來 他的寶座 他的總書記 總書記寶座 是做得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他要鬥誰 要誰垮 現在基本上應該都不是問題 而且可以看出來說 他真的是把他打黑 反貪腐 把他反貪腐 當成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像當今年要召開18屆四中全會 他宣布的日期 正好就是7月29號當天 就是周永康垮台那一天 他們在宣布的時候都特別強調 18屆四中全會的重點是什麼呢 依法治國 對 依法治國 但是我還是不禁有一點思索 就是 這是政治體系 對 可是這一陣子 其實中共的解放軍體系 的軍演次數頻繁超乎異常 他有 我如果沒記錯 光是以空域影響 也就是會影響到你的飛機起降 對 十二個主要城市 二十六天都是黃色警戒以上 那也就是 也這個空域影響超過百是50 對 那這個四個渤海等等的幾個 四個海上也有演習 然後這個衛星導彈的發射 那 甚至還包含了三個月的陸軍 十次實彈演習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等於 習近平也要彰顯說 我現在除了政治體系 鬥爭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軍系也抓得很穩 軍系目前看起來是OK 因為甚至前任還傳出那個郭才雄 當年江澤民 江澤民的時代留下來的 對 留下來的 軍系一把手 據說也被帶 不過那個還沒有證實 對 還沒有證實 不過無論如何能夠傳出這樣的消息 也表示說 這個習近平對軍系的掌握應該是沒有問題 他的詮釋應該是被容許傳出郭才雄的消息 然後大家在微博上亂改他圖 表示這槍已經倒了 只是我不方便宣布說他有什麼狀況 也許可能要再隔半年一年 才會真正的宣布 對 所以很明顯看出來習近平他的路線 基本上他還是權力發展經濟 權力發展經濟 每年要維持7% 7.5%的成長率 但是政治改革 免談 甚至他們的 還是一黨專政 對政治 對政治 對憲政等等 甚至有越收越緊的 還有包含連論自由 因為應該這樣講 我們拉遠一點 就是當年這個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之後 南方週末就寫這個憲政夢 結果一家伙全部被拉下馬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 基本上我跟一些業界人士聊 就這一次被拉下馬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他真的完全把你剷除掉 然後換上新的人是百分之百聽話 所以最近大家如果很注意這個中共的媒體 你就會發現 南方週末跟南方都市出事的機率降低 對 就比較少說什麼微博又被人家刪除 因為他現在連微博都接管 對 所以變成各記者 特別要提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好像提過 就是各記者現在都要簽一個公約 對 就你不得以私人身份受訪 對 那你不得與境外媒體合作 也就是不能替他寫稿 對 那你不能有個人的微博 或是私人的平台 對 其實這個部分看起來就是 習近平真的非常認真的把新媒體 或者是媒體的部分 在全面性的收集 對 他的censorship 基本上就是越做越完整 對 基本上就是鋪天蓋地 這方面 本來大家對他是有一點期待 因為他的父親習仲勳 當年在黨內算是比較開明 比較開明外 據說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據說他曾經立保過趙紫陽 算是比較開明 比較同情 同情 民主改革運動 不過從習近平上任 這一兩年來看起來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在政治上其實反而收得更緊 真的更緊 那政治上收緊不開 完全滴水不漏 很明顯 他就是要從反貪腐打貪 打貪這方面來消滅 一般人可能對政治上的有所不滿 因為政治上最容易讓人不滿的 自由那些東西 對某些人來說 他可能不那麼care 吃飽都在說 對 經營好而政 那比較容易引起到不滿的 是貪腐 政界、軍界、黨界的貪腐 那很明顯 那習近平就等於就糟告全中國 糟告全中國 你周永康都可以垮了 沒有人是不可侵犯的 對 以前所謂行不上常委 對 習目上常委 這個已經完全打破 已經完全打破 所以很明顯 他就是要用這個打貪 反貪腐 反貪腐來改造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的形象 那真的要把共產黨 以他的理想來說 真的要把共產黨變成一個 很有效率 治國很有效率 而且連結 連結程度可以讓人民信任 信任的這樣一個政黨 這個對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統治而言 絕對可以打架 可能比以往更堅實的基礎 對 講明一點就是 這些事情都做到了 民主改革可以稍晚 對可以晚了幾十年 真的搞成一個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 真的你可以另外從這個關係來說 這等於是放大版的新加坡 是 就是放大版的民主極權 好像也不是民主 就是極權專制 但卻在政治上面極權專制 但經濟上面相對開放 對 但是我可以確保我的黨員 我的官員 我的幹部的紀律 他們的那個連結 他們的那個連結 連結程度 這方面 這方面可以確保 就是這樣 讓人民產生不滿的機會 抱怨的機會 甚至拉幫結派的機會 甚至那種組織政黨 發生的那種要求 甚至要求傳媒解禁的 那些聲浪 能夠降到 而且甚至包含了 接下來習近平要做的這個 戶籍改革 對 還有包含了這個 獨生子女的這個 可以生兩個小孩等等 其實相對來講 這是非常討好基層民眾的 那 也就是說 習近平現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拉大 範圍來看 他不單純只是在做政治鬥爭 還是要建立一個 如何符合民眾期待 避免民變 但是我的權力又抓在手上的一個 改革方式 但是我不禁要岔開來想一件事情 你知道 和聲當初被抓 讓清朝的國庫 充實許多 那不知道周永康這一次 被抓之後 是不是搞不好他這一次 也不要談軟著陸 打房什麼東西 反正只要周永康的幾千億收回來 他的GDP或是表現不用再擔心了 因為現在 他中石油集團 他的當年 他拉拔起來那些 那些他的 他小小弟現在單獨被抓了 是 他兒子周冰 也在宜昌 湖北宜昌那邊 也被逮了 也被逮了 基本上等於是已經超家 那這一次 這一次中共發布關於周永康的消息 蠻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不稱他為統治 對 已經不是統治了 因為他被雙規了嘛 對 因為以前薄熙來 薄熙來垮台的時候還稱為薄熙來的統治 那再來就是立案審查 那立案審查 其實基本上就表示說 不是調查 是審查 可是基本上就表示說 這個案子 應該蠻快就會進入司法程序 是 應該就會進入司法程序 所以這一波的 這個中國的鬥爭應該大致會底定 那接下來我想國外應該面對的是一個更為集中 然後更為單一治國的習近平的政權 那到底還會再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我們接下來就繼續關注吧 先進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的 歡迎各位再回到阿宅反航軍電台的現場 我們現在請到瘋傳媒的研劇 副總編輯跟我們聊一聊這一週的國際新聞 但是這一週的國際新聞 依舊還是多到講不完 接下來要談什麼呢 我們談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東西 但是很可怕的 是 病毒 病毒中的伊波拉 伊波拉病毒 前兩天大家看新聞的時候 應該都有嚇到 是 香港出現 伊波拉病毒疑似感染案例 跨州感染 這可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對 香港因為一位女性 她到東非烏干達 到烏干達去遊覽 回來之後就出現 那種發燒 脫水等等 因為她又從非洲回來 是 所以那個大概地方當局就是謹慎為善 嚇死了 開玩笑 當時就傳出來說她類似 有疑似症狀 伊波拉病毒的症狀 不過還好她當天馬上被送到醫院去 然後經過查證 但基本上應該是流感 就感冒了 因為初期症狀很接近 算是虛精一場 不過這個馬上就讓 讓整個華人地區 包含中國 他們也相當緊張 因為中國以前曾經出過SARS 因為SARS當初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她從廣州進了香港 然後在香港 我還住過那間飯店 我住那個飯店 剛好住在醫生所住的房間樓上 不知道為什麼整個晚上我都沒睡好 這個是題外話 那但是因為應該這樣講 就是去年的時候 加拿大的一個防疫專家 其實就講說 伊波拉病毒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致死率這麼高 潛伏期這麼短 不容易散步 對 那因為以前就是當地一個 譬如說西非小村莊就死絕了 那根本傳不出來 那除非她那時候在推論 他說因為非洲最密集的國際航班 其實是往巴黎 對 他說我們如果要看整件事情 有沒有失控 只要巴黎出現感染者 那就表示這個東西擴散出去了 那但是在那之前 大家不用太擔心 伊波拉病毒 其實歷年代已經爆發一、二十次了 那今年看起來是特別特別兇險 是 特別兇險 亞洲這一次目前還沒有淪陷 不過大家還是不能掉以提心 對 還是要嚴陣以待 那這一次呢還是 他們這一次的疫區主要是集中在非洲西部的三個國家 然後就是獅子山 是 西亞羅里 對 賴比瑞亞 對 這兩個國家大家如果看過以前一部電影 血戰史 是 血戰史的話就知道 就是以這兩個國家 對 他們生活環境其實還蠻差的 就這兩個國家為代表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賴比瑞 賴比瑞亞 獅子山 另外一個就是紀念亞 對 還好都不是台灣的邦交國 嗯 台灣邦交國都在西部 都沒有直飛啦 至少暫時不擔心那個飛機的 對 還好都沒有中假 不過目前比較讓人擔心的 一方面 這次伊波阿病毒致死率還是蠻高的 目前看起來最新 WHO最新資料有1323個病例 那已經有729人死亡 超過一半 對 等於致死率55% 55.1%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我最近一直在查資料一直在想 就55%的致死率跟9% 其實55%的致死率比較恐怖 對 因為它擴散的機率比較高 對 那更讓人擔心的 除了致死率高之外 高之外 連那個非洲的人口最多國家 奈吉利亞 奈吉利亞也重 奈吉利亞也出現 目前雖然只有單一 對 單一病例 可是問題是出現在他們第一大臣拉克斯 對 所以奈吉利亞馬上就拉警報 而且那個人還是美國公民 Patrick Sawyer 對 而且因為奈吉利亞 他不但人口多 而且他是非洲的產油大國 是 而且他跟歐洲跟美國等等其他程式都有航班 他的航班都是很密集的 那他從SARS經驗應該也都知道 其實現代的這種大規模傳染病 傳染病 他們其實最重要的傳播工具 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染之外 最重要的傳播工具 其實是飛機 就是飛機 對 所以像當年的SARS香港馬上就跳桌傳到哪裡 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很快就 就淪陷了 因為當年很多 這個就是 英屬香港要交接的時候 很多人就移民到加拿大 一些明星都有加拿大的身份 所以等於是 有很多的親戚在那邊 或者你自己就是加拿大公民 那一下就移過去了 所以另外一個比較讓人擔心的就是 首先就是伊波拉病毒 基本上它是沒有藥 對 你不像說流感 你還有客流感 現在目前沒有 意外病毒 現在第一個 沒有疫苗 雖然美國那邊已經研發出血清 但是目前看起來 那個進展還非常有限 沒用 第一個你還要等人體試驗 人體試驗過了 這一波搞不好 如果人類沒毀滅的話 這一波搞不好結束了 所以他第一個 他沒有疫苗 第二個萬一不幸染病的話 他也沒有標準療法 你只能用支持性療法 是 就是讓人體自然的反應力 免疫力度過 對 補充水分 補充水分 強化他的營養等等 就只能碰營氣 所以他致死率才會這麼高 對 那現在奈比瑞亞跟獅子三 兩個比較嚴重的國家 全國進入急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奈比瑞亞甚至搞到 全國所有學校停課 停班停課 對 等於說盡量要大家不要 不要到公共場合 不要到公共場合 所以就可見這次庭的事態嚴重性 對 然後Cierra Leone的緊急狀態 甚至到了安全部隊 可以挨家挨戶搜索 強制隔離的程度 對 而且更讓人惋奇的 就Cierra Leone 不斷的提議 非目的 血液分辨等等 就有可能中獎 那比較讓人擔心的是 WHO世衛組織 其實已經對這疫情 已經關注了大概好幾個月 但目前看起來還是沒有辦法 束手無策 沒有辦法contain 你不用說撲面疫情 連把它局限在幾個特定的國家 對 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都有困難 現在三個國家 四個國家已經淪陷 現在最怕的就是跨州感染 對 跨州感染 雖然國際民航組織 目前還不建議 目前還不建議說 對非洲的航班射線 射線 射線 或說一律要求要檢疫 要求要隔離 要檢查 要幹嘛的 可是 如果情況再惡化的話 那這個情況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出現 因為我其實這一次的疫情 比較讓人擔心的就是 它表現出來的 這個 反應 不管是船人的感到 或是擴散的速度 感覺跟以前都不同 那 譬如說像是賴比瑞亞 這個基本上 他其實 曾經高興過 因為他等了21天 就是最長潛伏期 想說沒問題 結果忽然又爆發 那 現在的狀況變成 大概集合了幾個 最糟的狀況在那邊 第一個 以前是因為交通不變 所以你在村落感染 你傳不出去 但現在交通相對方便 第二個是 當地的衛生環境 確實很差 然後現在 還有飲食習慣 吃便服 這個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源頭 但現在 根本還來不及追到源頭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麼澳熱 這麼熱的狀況下 你要穿全套隔離衣 跟防護衣 對低線的醫生來講 也非常痛苦 據說他們 說他們兩個小時之內 可以流五公升的汗 對 那等於是你 對 等於是你每一個shift 換了之後 又要再兩小時 才能恢復 那所以他們的人力吃緊 然後他們的資源 也吃緊的狀況下 接下來就真的是 不知道 還能怎麼做 我們只能靜待 這個國際組織的狀況 因為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 慈善組織 都開始撤離非必要人員 Pisco 美國的和平工作團 最大的海外 海外工作組織都已經撤離了 對 他聽說撤離了三百多人 對 一方面疫情拉緊報 另外一方面 就是當地 三個國家 當地很多 比較偏僻的地方 那些村民 開始攻擊工衛人員 對 這個 這件事情我不太懂 因為我當初看新聞資料的時候 我想說 Cirvallion的 就是四十三共和國 宣布的緊急狀態 是包含了 安全部隊會保護 所有的 醫療人員 但是 這是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攻擊 就當地有謠言傳出來說 這個病毒其實是政府散播的 一堆的種族 故意散播的 說那些 你看他 穿著白袍的 就是他們 打著那醫護人員的黃針 其實他們是政府的人 那什麼什麼什麼人 所以當地有這種 留言傳出 是 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根本 就拒絕工衛人員 進入他們的村落之中 也拒絕他們的宣導 甚至 甚至主動對他們攻擊 這個就 這個就讓那個防疫工作 更加更加的困難 對 甚至還有謠言傳出來什麼 有吃人肉啊 殭屍病毒 這種東西在當地都出現了 那我想這個 這個伊波拉病毒的狀況 可能我們接續還要繼續觀察 我們先進入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阿載反映軍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是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又請到了這個 瘋傳媒的研跡與副總編輯 來到我們現場 那副總編輯最後一趴 我們要討論什麼勒 今年的7月28日 又是個特別的紀念日 而且是百年 大字日子 一百年紀念日 那百年前的7月28日發生什麼事情呢 百年前的歐洲跟現在還很不一樣 整個國家 還有帝國制 對 百年前7月28日呢 歐洲的 就面積而言最大的帝國 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 奧匈帝國對巴爾幹半島的塞爾維亞宣戰 那你說這兩個國家宣戰 那不過就是歐洲 對啊 就兩國打來打去 那這個戰火呢 很快就蔓延到整個歐洲 也就是大家 大家教科書上都讀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像一百年前的7月28日 這一天正式爆發 那它爆發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原先是兩個國家的衝突 那一般來講 像現在我們的世代都會覺得 其他國家一定會呼籲克制 大家不要介入 那它怎麼會捲入了全世界各種不同的立場的國家呢 其實在那之前 1914年之前 從19世紀末 一直到20世紀初 那歐洲幾個國家 因為他們地緣政治 地緣利益的關係 種族之間的衝突 還有海外殖民利益 殖民地利益的擺不平 所以他們其實很快的就形成了相互對抗的集團 在1914年前後的時候 大概有兩大集團 一個集團 就是奧匈帝國 跟德國 跟德意志 德意志當中也是帝國 跟德意志帝國 還有加上後來的 這三個帝國 彼此簽訂了 等於說公守同盟條約 另外一個陣營 就是法國 法蘭西 共和國 跟俄羅斯帝國 羅曼諾夫王朝 那時候還是沙皇 那個時候還是沙皇的後 應該說是最後一兩個世代 對 然後就是法俄同盟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 日波羅帝國 大不列顛 英國 英國本來是有點在觀望游移 因為他其實隔離 隔了一個英國海峽 他是可以兩邊下注 對啊 英國人本來就不老實 相對投機 對對對 海盜 混海盜出身 後來英國最後還是選邊站 他加入俄羅斯跟法國 真難想像 就是我們一百年之後 真難想像 英國跟法國跟俄羅斯 這三個截然不同 文化跟背景跟形勢風格的國家 能夠結合在一起 對 那這個世界的另外一個主角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半島 是一個小國 是 一個內陸小國 你說它能起什麼作用呢 問題就在於說 塞爾維亞是斯拉夫人 那整個斯拉夫民族的老大哥 大當家 或者保護者 大哥大是誰呢 當然就是俄羅斯 是的 俄羅斯帝國 所以奧雄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 那聖彼得堡那邊 當時俄羅斯的首都在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那邊 不能裝死 當然沒辦法 對 不能裝死 就是你小老弟被人家欺負了 被人家宣戰 小弟被打 老大要出面 對 把你老大當假的 你整個巴爾幹半島 所有斯拉夫人都是看著你 動見觀戰 所以奧雄帝國 要對塞爾維亞宣戰 那俄羅斯呢 當時俄羅斯的皇帝尼古拉二世 他就陷入兩難 他知道自己的國家雖然大 但是軍力 軍力還不行 尤其他們又剛吃過日熱戰爭 還不夠現代化 日熱戰爭吃了大虧 大家應該很熟悉戰士的話 都知道那個經典戰役 對馬海峽 對馬海峽 人類近代史上經典海戰 對馬海峽之戰 但是他沒有辦法 國內壓力太大 所以他被迫 在7月31號的時候 他也下達總動員令 總動員令就是我的海陸 當時空軍 俄羅斯的空軍還不行 我的海軍陸軍就是全部總動員 在那一段期間的時候 沙皇帝尼古拉二世 跟德意志皇帝 威廉 威廉二世 他頻繁的通信 因為這兩個國家最關鍵 因為奧匈帝國其實基本上實力還弱 但是德國呢 實力就強了 那強得不得了 剛打過普奧戰爭 普法戰爭 又有經驗 然後他的軍事策略又相對先進 然後武器又是很不錯 他們有畢斯曼 鐵鐵鐵斬相 鐵鐵鐵斬相 幫他們打架的基礎 那尼古拉二世就跟 威廉二世 雙方就互相密集的交換電報 大家可能會覺得 一個俄羅斯皇帝 跟一個德國皇帝 搞不好連語言都不通 大家怎麼會這麼密切的聯絡呢 其實他們是表兄弟 真的喔 對 尼古拉二世要叫 威廉二世叫一聲表哥 他們有另外一個表兄弟 叫喬治五世 喬治五世 喬治五世是英國國王 那這就更複雜了 對 因為當時歐洲皇室密集通婚 他們喜歡相互通婚 為了要保持皇室的純正 而且保持彼此外交上的親和 對啊 那婚姻都是正式婚姻 他其實雙方就互相蹲圈 一個說你不要動總動員 另外一個說你絕對不要宣戰 你能不能拉住奧匈帝國 可到最後兩個國家內的主戰派 主戰派到最後都站了上中 鷹派還是出現了 對 俄羅斯呢 就宣佈了總動員令 那法國呢 很快也開始動起來 那德國 德義之帝國 就先後對俄羅斯 對法國宣戰 兩面宣戰 對 那英國觀望了一段時期 最後就投入遠征軍 大獵點 尹真軍 BF 去替法國駐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這樣打起來了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人類史上 其實我們如果講武器的話 其實是某種程度 首度開始誕生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還有那種機械化的戰士 也是在這個時候誕生 還有空戰 還有空戰 還有包含了這個豪溝戰 毒氣 對 其實我們這種後見之明來看 對 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帶來的 到底是正面的影響多 還是負面的影響多 看起來是負面的影響 那基本上就幾乎等於說 把戰後很長一段時間 幾乎是把人類對文明的信心都顛覆了 因為以前的戰爭 就算拿破崙時期 基本上都還是局部 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集團 或是單方面的侵略 對 而不是全方面的各戰線都開戰 對 那這次我們就看到說 整個歐洲的政治界軍事界精英 都好像受到詛咒 都好像集體抓狂 集體切絲敵地一樣 從一個局部的衝突 澳雄帝國的皇族 從一個暗殺開始 在波子尼亞塞拉約佛 在約我本 他跟他的妻子 就是甘乃滴事件的前奏 在車上重彈被暗殺 那澳雄帝國下最後通牒 那塞爾維亞呢 塞爾維亞呢 態度強硬 要交出那個暗殺 因為其實當初這個暗殺的事後歷史看起來 他也沒有被多少人操縱 他也就是一個熱血衝突的一個 澳雄的一個民族分子啊 一個民族主義分子 一個愛國青年 但他沒想到害他的國家 後來就這麼再見了 對對對 從一個局部衝突 馬上就蔓延開來 變成整個歐洲全部投入 而且這帳還不是說幾個月 但剛開始他們真的很樂觀地認為 德軍參謀本部 他甚至說四十幾天就夠了 四十幾天我就可以把法國打垮 結果打了四年 打了四年半 一直到1918年 1918年的時候才結束 但死了多少人呢 1400萬 這等於是人類史上殺傷力最強的武器 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 譬如說這個機關槍 然後這個壕溝戰 尤其對機關槍來講 當年應該這麼說 當時的陸軍戰法 其實很大一部分 如果大家回去看 很像在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兩軍衝鋒 然後就笨笨的 大家都站著 然後對方射 可是自從機關槍 或者是快速衝田的 步槍出現之後 這個產生的傷亡 就遠大於他們的想像 甚至有幾場戰役 這個像是譬如說 當時的索母河戰役 被稱作絞肉機 對很可怕 那在那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後續對於 後面幾個國家的約束 包含了幾個被捲入的國家 被拆散 然後帝國主義消失 被革命推翻 那這個一百年後看來 這個一次世界大戰 主要留給人類的衝擊 是在哪裡 衝擊就是人類的非理性 還是相當可怕 是 而且大家會集體踢下 對對對 而且當成歐洲 是整個全世界等於說的文化最先進 先進的地區 但是你還是 無可避免的陷入戰爭的夢魘 那你要說它正面呢 意義還是有一點 你對第三世界 尤其亞洲跟非洲來說 算是有它正面的發展 因為第一個就是帝國 幾個大帝國 奧雄帝國解體 那德意志帝國 後來就變成威瑪共和 對 俄羅斯帝國是整個顛覆掉 俄越革命 布爾什維克革命 三號鄰國 最後是全家被屠殺 對 那日不落 好帝國 大英帝國也開始走下坡 那美國雖然這一次 這一次算是最後的贏家 對 這樣開始真正日上 可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性格 基本上就算是稍微 比較良性 比較溫和一點 也就是各殖民地 開始分崩離析 對 然後開始有新的勢力分布出現 對 尤其威爾遜總統提出民族自決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對 那但是真正要各殖民地獨立 恐怕還是要等到二次世界達人之後 然後各國的勢力瓦解 重新分配之後 所以我們也 上一趴提這個伊波拉病毒的時候 特別提到 為什麼巴黎跟這個非洲的關係 會這麼密切 其實是因為 當地有很多他們的殖民地 對 西方那幾個國家都是法語系 對 那所以他們如果要跟這個歐洲國家有 譬如說交通聯繫的話 首選的HUB都還是戴高樂機場 對 宗主國 前任宗主國 算是 其實他們還沒有鬧到算是一個翻臉 然後分開 其實大家還是和平分開 所以這個西非的幾個黑皮膚國家 跟法國的關係其實還算好 對 那我想這個一百年以後看起來 人類 戰爭其實讓人類往前走 但是同時讓人類往後退 那 但是我們能不能在這個前進後退的過程當中 找到一些自己的教訓 我想是我們自己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 我們還是希望國際間能夠稍稍平靜一點 不然每週都有 談到談不完的國際新聞 你看 今天我們還沒有談尾巴勒 尾巴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停火72小時 希望這次能維持 希望能持續停火 那相關的學校不要再受到攻擊 但不管怎麼樣 各位下禮拜一貼 下禮拜再繼續收聽阿德凱雄軍電台的節目 大家掰掰 掰掰